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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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oin Bitcoin 比特币 比特币 Bitcoin is going to the moon 比特币是下一代人的房地產嗎? 根據Coinbase調查顯示 每五個美國人就有一個持有加密貨幣 川普跟計畫在選後建立比特币國家儲備 2014年華爾街推動比特币 ETF 通過 傳統金融巨頭紛紛布局區塊鏈 並且推薦高資產顧客做投資配置 你是否聽過比特币 卻不知從何入手 這其實也是我們曾經的心聲 趕快收聽有五年加密貨幣交易經驗的 千萬交易員主理的Podcast頻道 讓你輕鬆掌握市場的動態 從入門知識到實戰的投資策略 Apple Podcast好評高達4.8顆星 立即搜尋加密貨幣千萬交易員的尼南Podcast 加入下一波財富列車 現在收聽博特有藝術 華希靖賢 來 今天呢 我們來講一個感恩節 現在說感恩節呢 剛才一定有很多朋友發現說 好像什麼火雞啦 吃火雞吃雞肉啊 變成一個很少年人 覺得有趣味 還是有人會送你很多人 說感謝有你 忽然間感謝喔 那是感恩節的關係 剛才感恩節是 怎麼來 一定有好問的呢 他是憲政專家 姚孟昌老師 老師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法學博士 現在也當富人大學在教授 好 來 姚老師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姚孟昌 姚老師你什麼台語這麼好 我台灣人啊 我出事在中華嘛 我那裡都說台語 現在來到台北 也是很羨慌在說台語 就趕着這個機會可以用台語 在空中跟我們聽眾 介紹一些現正的觀念 和五月花和感恩節的故事 先說感恩節 說在一月的四月的拜日 是感恩節 這個又說很火雞 你把他跟五月花盟約聯合作為 這是什麼 其實這個十一月 第四個禮拜四 過感恩節 這是在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 那時候就一個定的歷史 那時候紀念 一六二空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的祖先 從歐洲來到美國 最主要是去到美國波士頓府軍 這個Massachusetts這個地方去定力 因為他們有經過很困難的日志 所以他們可以成功下來 為了這個感恩 還只要聽這個日志做感恩節 所以我們如果說感恩節的時候 會由一六二零年 在五月花號的 在鮮明的故事開始講起 所以這些鮮明是 從英國五月花號去美國 對 從波士頓那裡登陸 是 其實這個故事很特別 其實在歐洲有宗教的衝突 如果信不一樣的宗教 你會面對到壓迫 面對到這個家裡 這種對待 所以他們在人民的時候 我們很成為人 我們有我們的自由 我們有我們的天性 我們怎麼能逢壓迫 但他們生存的社會就是這樣 所以想要找到有機會 還有說美國人對中國的新大力 不是說很淋滑 因為他們的淋滑 比較像荷蘭 比較像西班牙 比較像普通的人 所以他們一直想說 我們要去哪裡 跟一般的人會說去到南美洲 像西班牙去那裡 去找黃金 像墨西哥去找白銀 要找發財的機會 那天去中美洲的時候 去種這個煙草 煙草 還有那個做塘 但是他們想說 我們去就不是說要發財 我們是要找一個地方 可以生存 可以生存 所以你想來想去的時候 剛才人家在跟人家說說 那裡在照人家睡覺 還有第一點是在Virginia 那個地方 所以就說沒有 我們來那裡找個機會 他們在一六二空年的時候 為英國Primals這個地方 在這個五月花 五月花是差不多180噸的一艘小船 差不多有吃飽的人 坐在這個鎮店 吃飽的人而已 吃飽的人 在那年的9月6號出發 坐兩舟的 坐不夠位 因為他們是要去到Virginia James Town那個地方 但是走走走走到 對 現在的Boston這個地方 是孫子破 還有人在艱苦 我想說 要去到那個目的地 還有差不多2-3千公里的地方 又不會怎麼樣 大家就說 沒有 我們要先進化 看看 但那個地方 沒有人知道 那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所以你也在想 我們進化後 要怎麼進化 還有我們在途中什麼樣的 人我們不知道 還去到也很壞 因為那時候已經很冷 所以這真壞的人 他們在這個鎮店的時候 想想說 我們沒辦法到那個目的地 跟我們像到一個荒島的一樣 還有這個地方 沒有社會 沒有國家 什麼都沒有 連我們食材 沒有社會 又沒有 又就是爛摘人 對 跟我們要怎麼生存 要怎麼自我地利 所以就說 沒有 我們要領一個欲 要領一個欲 大家就要拼好面 跟他們說 我們每一個人 來自不一樣的國家 不一樣的家庭 不一樣的社會 所以我們不可以用 我們主本那個國家的法律 主本的這個社會的習慣 來做組合統帝 我們要另外去領一個欲 這個欲就是 五月花盟約 所以五月花盟約 剛才說得很清楚 這是一個公民主帝的團體 所以我們是用我們的 責性跟我們的理性 來領這個法律 再來組合統帝 又就是我們共同的生存好平 所以我們要維持正義 又維持大家的好害 又維持最大的福利 跟我們選我們的代表 來做地利 所以他們討論了的時候 把所有人都寫出來 大家就開始簽名 那時候出發的時候 有一百空一的人 到有的時候變一百空二的 因為一個媽媽 所以他們就讓這個 生年的大人 去代表 在一百空二的人簽名 就是五月花盟約 五月花盟約 大家才落去 落去 你根本 那裡沒有開困 什麼都沒有 生活很困難 在那最困難的時候 剛才遇到好朋友 印第安人 上身名 給他們吃 我也讓他們送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送回歸 但是 很多東西讓他們吃就對了 第二年的時候 他們有收成 還有收成的時候 他們也是為了感恩 也是紀念 因為一百空二的人 在這過期的一年 死一半 是怎樣 他們都準定 還好洗好洗 他們很困難 等著登陸 還有人打拼 還是說 很多原因 他們孫悉一半人 所以他們在 下等一年後 十一月的時候 他們收成 一方面慶祝 一方面是紀念 為這個 我們建立 這個團體 犧牲的人 所以是 Remembrance and the Thanksgiving 他們也是 跟他們收成的東西 跟印第安人分享 當然我們現在看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故事 它是一個建國神話 開始說 我們去這個地方 他說 他不是預定 要去波士頓 不是 沒有中文字 只有留在那裡 對 他真的也是 有人打拼 各方面問題 他就來 然後來之後 某方面 他就等於 馬上建國了 因為我們就是 這些人 我們有自己的 憲政基礎 我們有要怎麼相處 一個朝約 還有人簽名 對 你當時想不到 這樣就是美國的開始嗎 是 美國的開始 有兩個故事 這個就是 在New England 那些五月花 盟月在流 另外一頂人 是因為他們 去做一個公司 叫Virginia Company 他們去那裡開睡 Virginia Company 你生日的時候 也要有政府的受款 你也要有張誠 你也要把這個張誠 拼到精神做 用這個張誠去申請 政府的授權 所以政府授權的結果 就是生日 他們這個張誠規定的問題 就是他們 主護地理的基礎 所以在Virginia 那個地方 他們真的也是有 憲政的觀念 公司的張誠 就變成 這個國家的宣章 一樣 所以公司有黨宿會 公司有代表 所以他們也是有 這個 地理的組織 跟公司的 去為我們地理的規定 我們去制定 一些規則 你後來的人 你才去尊修規則 當然這規則是 可以變動的 是條件 在New England 這個地方 越來越多人去的時候 他們參與的這個團體 他們也接受五月花盟約 所以他們也是去做 像這個Town 他們就有一個Town Council 那就是定名代表台會 還有定名代表台會 可以聽這個 地方主題的規定 這自治團體的台詞 對 越大越大 一個城 一個鎮 一個州 Massachusetts 他們就州的憲法 所以在美國 獨立的一七七空年的時候 是十三的州 十三的市民地 他們都有這個主題的基礎 這個主題的基礎 他們面對英國壓迫的時候 英國的國會說 我們定的法 比你們定的法 比較高 跟你們要遵守我們的法 其實 他已經去到美國了 去到美國了 又聽這個政府 聽這個主題的團體 又定法律 又主要統治 對 不過英國有那種類似殖民地的概念 是不是 他說你是我的殖民地 兩岸一家親 但是你要聽我們國會的法律 又是甚麼對人民說 你們國會的人 第一 沒我們的代表 第二 你如果不知道我們的政行 你們要怎麼聽法律 來統治我們 又我們要怎麼去學長你的法律 所以三星衝突的時候 然後面對著壓迫 跟英國軍人 又不說你 他們要跟他們行 他們要跟他們抓的時候 他們選保獨立 還有選保獨立 根據他們的經驗 在我們的祖先 可以去聽五月法盟約 還有我們今天 也可以聽美國獨立宣言 然後用獨立宣言 贏著美國的憲法 那是幾年的時候 一七六年 美國獨立選舉 七月四號那天 選保 選保之後 選保獨立的時候 英國就要跟他們抓 十三七位人民 成立這個祭元軍 就是他的大陸軍 在華盛頓的領土之下 經過七年 跟英國的空間 1783年 簽訂巴黎合約 跟兩個國家保障成人了 所以他們已經獨立了 他們已經是一個國家 但是他們還沒有憲法 所以在1787年的時候 十三幾位代表 又去這個 非常的獨立廳 在那些簽獨立宣言的地方 就說我們要有一部憲法 他們只要用 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 把這個憲法聽出來之後 但是這個憲法 是我們十三幾位代表 說的 這當然是人民的議員 沒人知道嘛 所以他們就拿回自己的酒 經過公民的博割 博割之後 大家都支持 所以在1789年 這個憲法 開始失憲 然後他們就選出 他們第一任的總統 華盛頓 華盛頓就一個時 你說 我們今天可以 贏這個國家 我們有自己的憲法 我們有自己的 獨立的這個新聞 這要感謝我們 所有人的努力 也是我們在先賢 給我們的典範 給我們的營賊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 要紀念 所以他就有年的時候 他就宣佈說 十一月要贏一天 做全國的紀念 和感恩的日子 所以就贏了這天 叫做感恩節 所以你看看 在這個過程 都有犧牲 但是我們 沒有犧牲的人 白白這樣死去 我們就去紀念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基礎 我們不可能有現在的成就 所以 在不管美國 英國來講 他們在感恩節的時候 除了吃火鍋 除了大家團圓 慶祝 像他們國家 有一個紀念的話題 叫做 Service of Rememberance and Thanksgiving 紀念 和感恩的禮拜 就是說 我們要問過去了 其實我們有辦法 贏了一個國家 我們是在到下邊 我們才能夠變成一個國家 變成一個國家的國民 所以我們要感恩 其實姚老師說得很好 他這個整個的過程 是差不多百多年 你看我們台灣跟中國 是幾百年 已經翻翻翻多久了 但是一百多年 因為你都沒想像 他就覺得我可以獨立了 其實姚老師在說 我會想說我們台灣完全合乎 這些條件 是啊 好我們馬上回來 來繼續訪問 楊孟昌老師 研究倫敦台下法學部署 他有一個新聞是 台灣憲法社會的理事 所以他對法律是很了解 我剛才訪問說 對感恩節由來 因為他裡面有牽涉到 這個五月花門月 所以老師為這個 另外跟這個 歷史是扣在一起講 不過如果我們說感恩 節日會覺得比較理性 比較感性 好像感恩會比較幸福 所以大家比較喜歡這個日子 你看看什麼 感恩是很趣 因為美國人跟英國人 都有一個基督教的背景 基督教的感恩 你要常常感謝 你就會存喜樂的心 所以你的感恩的人 會比較健康 這個社會的感恩 這個社會也比較進步 我們回來想 你如果要感恩 你才會有紀念 你要紀念人的好 還有當時 我們也會想到別人的壞 還有感恩 讓我們可以去反省 為什麼人對我們這麼好 原因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 我們去紀念人 對我們壞的地方 還有我們要如何 投放 所以對很多民族來說 他會去反省 他才有可能感恩 還有你將來不可以反省 你要感恩 你也不知道要感謝什麼 對 這有時候我們看台灣的經驗 因為我們沒有那種 真正的紀念 所以我們有時候感謝的時候 你說要感謝到底是政府 感謝我們的祖先 什麼都沒有失誓的這個禮 有我們就是紅布條 紅布條 紀念什麼什麼 紀念誰誰誰 以前啊 那是什麼老種的 還是那個孫母的 是什麼 紀念什麼 而且每個館 後面都會都要 都要有那個紀念 那就行事 對啦 對啦 也說紅婆是要請錢 對 對 要有那些人請款 所以要有時候說 其實這個紀念 還是說這個感謝 他也是要有一個核心 對嗎 對 所以我們回來看這個 美國的感恩 他們的感謝說 我們有幸福的生活 我們有這個很好的環境 很安全的環境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國家 這個國家不是建立 是誰想事 是我們共同的努力 去領現場 跟我們去維持這個國家的一切 所以人民不是只有享受自由 他們要進入部 所以他們去紀念 在先民做的東西 就是紀念他們為我們的犧牲 所以不管是感恩節 還是說11月11號 如果照我們台灣人說 是光棍節 高富節 在澳洲那是一個國殤紀念日 紀念世界大前 要犧牲的人 還有我們紀念 我們才知道 我們不能去 翻 過去人翻的策略 還有我們要紀念 他們為我們犧牲的東西 還有我們經常感恩 才會好生 不知道是 我經常在想 我們經常在說 我們要轉型正義 我們感覺很大的紀念 還有我們去看 流氓高15號 我們有去笑念 要的人的犧牲 那些人的不幸 就像說如果沒有 我們就覺得說 這是一個歷史的過程 又過去就過去了 又有人要去紀念 就去紀念 沒有人要紀念 也沒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一個 政革的國家 政體的一種組合 就沒有那麼多 像美國人 因為美國人 雖然平常在看都散散 但你說感恩節 是他們團結的一個紀念 因為他們很大 因為我感恩節 我很幸運 也是會整個會兒 背後去做會 是是 吃飯 這樣煮會了 不過我跟 有時候在說裡面有一個 像說 無論是信用 比較多收聲 信用收聲 我認為台灣 比較缺少共同一個 可以大家認同的元素 是是 像說 看歷史 你如果是覺得 歷史以前發生很多人 看 穿海 你很認同 你去看 你有感想 沒有要看的人 沒有要看 還跟你同意的人 還有同意的人 好像很自由 不過這不一樣 比較是我們缺乏共識 是 但是我們看球賽 還是比較可以 那種很明顯 這都台灣 好像比較可以凝聚共識 是 這是我們 好像比較不共同 一塊的深層 認同 所以我 很感動 你說華盛頓 他做一個國家的總統 他不是只說 我做總統 我在你這個國家 我領土政府 就算 他要建立典範 包括他很欠比 他有 降落十塊 但是他更勇敢 放棄他的 這個 質位 還建立了 很好的 現場的管理 就是 自本他 連算連任 沒有問題 但他說不行 我來連算連任 我就拿國王一樣 我就變成 我們要去推翻 那個對象 所以說 就算憲法沒規定 但是我做兩人 夠了 不可以再做 還算 法律沒規定 我感覺說 我們要感恩 我們要笑脸 我們在先天做的 東西 還要成為一個 國家的傳統 所以我 常常在想 你如果像 華盛頓 他在建築 我依法行政 我完全 照法律來做 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美國 不會贏到今天 在美國 這也是可以 我們去修科的地方 他看這個 老實在說 憲法 其實他跟人 這個領導人 還是這個群體 去看待這個法律 是更重要的態度 你要有尊重 他真的在生活裡面 對 不過我看台灣 因為我們的 憲法跟我們很遠 講真的喔 而且所以你也覺得 萬一你今天去 要選舉 你說憲法 他不會有票 所以這點就越來越遠 平時大家也不會去 去想他 因為這次 我們就是馬仔會選舉 是 有這個 十八塊 公民款 是 這個是大概是唯一 應該憲法相關的投票 我現在也是 歷史第一邊 歷史第一邊 第一邊 怎麼說 我們 大家都說 中華民國有憲法 對啊 還是我們問說這部憲法怎麼來 1947年 在南京制定 制定的時候 有我們台灣人的代表 有 十七個 這都國民黨制定的 這部憲法 有法代表台灣人民的意志 我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如果你說 好啦 我們有憲法 我們要照憲法就行 但憲法制定之後 不夠半年 動員勘亂時期 臨時條款 這部憲法 不能遵守過 憲法有國民台會嗎 有 有你歡迎嗎 有 但是 這個憲法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有萬年國大 對 也是都沒有照憲法在行 憲法就基本人權的保障 不夠遵守 一直到1999年的時候 但1999年我們說 啊 我們要回歸憲政 因為民主化嘛 但是那時候 第一次萬年國大 定了這個憲法徵修條款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憲法徵修定在那裡 台灣人民不能去摸 不能去扁 所以我們如果要改變憲法 只能用徵修條款 然後徵修條款也很嚴重 所以我們這部憲法到現在為止了 我可以跟大家說了 你感覺為了這部憲法投過票 不得 這部憲法感覺問過你的意見 不得 定了這部憲法的政府 敢無法代表專民的意志 也沒有 所以這部憲法的政動性 政府問題 第二就是這部憲法 已經過世了 對國家的發展 對倫款的保障 其實都不夠 這就要收定 因為法律要經常收益 經常去聽 法律才有法 第二代代才有法 為人民的保障 這憲法沒辦法 所以我們明年在 要讀的收憲案 雖然很少的一個條文 就是要讓我們的公民 只要末十八歲 他可以參政 有投票款 他也有比選機款 看起來是很少的一部 但是對我們的意義是說 我們願意用我們的意志 來投出這票 就證明說這部憲法 是人民的憲法 不是某個政黨的憲法 讓一部屬於政黨的憲法 變成人民的憲法 那是我們明年在投票的 第一的意義 第二的意義 很多人說台灣政典 很亂的 很垃圾的 因為很多人不關心 不知道我今天寫了一段話 問取哪得清如許 未有活水 源頭來 就是說 這水怎麼這麼草 這麼垃圾 因為沒多水 但是你如果多水下去 這垃圾會沖開 這個膏就沖開 所以我們參與政典 公民款 這個票其實不是個人出來跟你拜託拜託 因為選舉嘛 我們這個也要選市長 要選議員嘛 可是公民款這個是所有年輕人的管理 他說姚老師看一個數字 他說全世界十八歲的公民款選舉 有時候你也比選舉 當議員這個層次 他說有153個國家 國家十八歲 他有選舉款的10個 163個 是15歲到17歲 就能選有10個國家 所以是163個國家 那如果20歲以上才可以選呢 現在全世界只剩下10個國家 我們這台算很慢的 很慢的 所以我們台灣 你很多人款的補充 我們是都很先進的 但這補做不到的時候 就大大失分了 所以馬上要投票 為了我們支持的 顧台灣的 我們會去投票 18歲的公民款 千萬跟這張 不能放不記得 我們有辦法去享受我們的公民款 去改變現況的機會 我們自己放棄 真沒差 我們說要 吃到自己的國家 每一步都很重要 是 馬上要把它放下去 十八歲的公民款 今天謝謝姚莫桑老師 謝謝你 謝謝敬賢 謝謝各位聽眾